2023年12月25號 新北市某高中副社國中部 發生政經社會的國三生割擊案 一名男學生為了替乾妹妹出頭 拿出彈簧刀 對同校另外一名學生的頸部和胸部 連砍石刀 導致傷者大量失血 失去生命跡象 兩天之後 宣告不治 他是這麼優秀的一個小孩子 我就 我就 這個小孩子 曾經這麼優秀過 雖然他走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記住他最好的那一名 回忆及世事的學生 老師難過哽咽 並在網路上悲痛發文學下 他既優秀又富有正義感 天知道像這樣特質的學生 在如今有多麼稀少 更忍不住直言 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 質疑很多的法條規章 究竟是聲張的正義 還是保護加害者 一把彈簧刀 在家屬和親友身上 劃下了傷疤 也劃布了社會安全網 揭開常年潛藏在校園中的安全隱憂 歡樂的校園卻發生了難以挽回的沉痛悲劇 除了難過不捨 外界更好奇 像彈簧刀這類的危險物品 為什麼能夠帶進校園 難道如今 連保障學生安全的校園檢查 也名存實亡了嗎 老師因為剛剛我們介紹通報 有一個學生 他的書包有危禁品 所以等一下可以麻煩兩位老師跟我過去 我們要先做一個他的書包的東西的安全檢查 來到高中校園 資深教官陳少廷就曾在學生的書包中 發現電子煙等等的危禁品 從書包當中找出藏匿在校園角落的危禁品 從旁觀察 教官的一舉一動都特別小心 就怕稍有不慎惹出爭議 陳少廷說 胸前配掛的密錄器是校園人員的保隱符 保護學生也保護老師 安全檢查的時候 不可能拿一個攝影機 別人這樣跑 所以我就學生 像尋堂的時候我就隨身帶著 因為你突發狀況什麼時候你不曉得 所以有密錄器的方便是說 你隨時都可以真的需要檢查的時候 那你身上會有一些攝影的裝備 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留下一些證據 彈開教育部公告的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當學生攜帶危禁品進入校園 校方人員有合理懷疑 而且有進行校安檢查必要時 在兩位以上學生家長會代表 學生會幹部或是教師陪同之下 得以進行校安檢查 而且全程必須錄影 影像資料必須保存至少三年 只不過光是層層的規範已經限制 就讓不少第一線的教官 以及校安人員往直掘步 合理懷疑因為你必須要有相關的把握 但你如果真的 你的合理懷疑 但卻沒有收到東西 但你自己會擔心說 那法規有相關的規定 會不會被違法或是超越線的 就是採線的狀況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注意事項 相關的規定的改變 那就導致在第一線 教學現場第一線的老師 其實他所謂的管教的工具 減少非常的多 那也因為上司的這些管教的工具 事實上老師並不是不想管 而是無從管理 明明是維護校園安全的校安檢查 卻搞得老師們人心惶惶 第一線教師直言 輔導與管教辦法 徹底崩壞了校園管教的天平 老師擔心被家長學生投訴 動輒得救 迫於無奈選擇明哲保身 以現在來講 其實已經很少學校會對學生 實施安全檢查 但原因就是它很複雜 而且動輒得救 當我沒有收到東西的時候 會被反過來就是說 你為什麼合理懷疑我 你標籤我 你針對我 就是現在老師要受到 調查的機率太高了 當你沒有去做積極的要求 以學生來講 他可能就會比較自由 或者是他想要做一些事情 他就會越來越大膽 也有一些學生會就看著你 老師你不敢管我 那我就是可能就更囂張一點 或者是我在對於一些行為的部分 我就更進一步的去採線 老師的擔心起來有字 滿滿的違禁品包括香菸 折疊刀 辣椒水 甚至玩具槍應有盡有 這些真實存在在校園的衛爆彈 堪稱校園安全的最大隱憂 這個是一種彎刀 然後它這個可以敲 這個地方可以敲 敲那個頭 這是玩具槍 它這個是放BB彈的 正義多年的輔導與管教辦法 究竟是保護了學生 還是限制了老師 專家呼籲保障學生受教權的同時 也應該立法保障老師的受教權 我覺得現在的老師真的很難為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都是輔導走在前面 大部分的教授們或專家們都認為 要從輔導著手 要從教育著手 可是問題是 就是會有偶發事件啊 我們沒有辦法防止意外發生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 像過去一樣的工具的話 事實上也許這樣的遺憾不會發生 事發之後 教育部緊急召開校園安全諮詢會 邀請了教師 家長團體 六都代表討論輔導管教議題 會後明確界定 教師可以搜查特殊學生的條件 以及校園安全檢查機制 輔導檢查機制的部分 將區分為另行抽查 以及緊急抽查 其中緊急檢查對象 可區分為特定學生 非特定對象 以及學生宿舍 由指定人員執行檢查 並且全程錄影 新制預計在二月的新學期 將會正式實施 除了檢討校園輔導與管教辦法 楊鵬淵從事教育工作超過十年 曾經在二十多所學校任教 他直言完善的政策 也必須要有完善的人力 才得以實施 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 教育現場人力不足 對校園安全 也會連帶產生影響 好吧 欲缺不補 所以你跟學生的感情 要變得很好 很難 再來是正職的老師 他的工作負荷量非常的大 對啊 你看現在學校的正職老師 因為人不夠嘛 可能一個人就要 老師要兼行政 然後你可能還要幫忙 做很多的公文 做很多的雜事 你想想看 老師都過勞工作的情況之下 那你還要再顧到學生的生活面 可能會比較難 另一方面 教官退出校園政策 也對於校園安全 連帶造成衝擊 如今學校教官的角色 逐漸被申服人員取代 但第一線的申服人員 多半是新進的菜鳥教師 缺乏經驗以及在地經營 想要通盤掌握學生狀況 恐怕難上加難 像我們教官可能 待一個學校 待一個十幾年 那我們在地的一些環境 或者是周邊的公廟的這些 我們會比較清楚 哪一些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校園人員可能有的 可能待了一兩年之後 他就會再離開 這個是現在的教官 跟現在的校園人員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校園安全姿勢體大 千億反而動全身 不只教學校園人力存在問題 專家直言 當今校園輔導老師資源 嚴重不足才是最大挑戰 如果我真的要做事 以現在的輔導人力是不足的 如果以18班來講 20人360人 360個我配一個老師去輔導 我只要光出一兩個案例就好了 你只要處理 光個案你都處理不了 更何況你還有一些團體輔導 要去做處理的 所以可想而知 它會變成一個很表面化的 此外教師團體也出面呼籲 要守護校園安全 光靠學校老師根本不夠 唯有家庭及學校教育雙軌變形 才有機會解決根本問題 以往如果說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你在學校被老師責備了 老師對你的要求你沒有做 然後這件事情讓家長知道的話 家長會在家裡協助我們 要求你就是要怎樣怎樣 但是現在的情形剛好顛倒 可能家長會跟孩子站在一起 所以我說家庭教育還有整體社會 這很重要 新北校園割警案震驚社會 檢討校園安全問題勢在必行 除了輔導與管教辦法的修正 家庭及社會網路的支持也缺一不可 唯有完善及健全的制度 才有機會補足破網修補傷疤